喂 你是怎么回事吗 啊 我才刚刚离开象牙山有几天 不服从领导了吗 你是骄傲了还是退步了 谁谁呀 我的声音你听不出来了吗 你说啥呢 你是不是打错了 你是怎么回事吗 我是你老头子谢光坤 怎么连我声都听不出来 哎呀妈 你说你这行啊 你才走几天呢 你这口音还变了 你干啥呀 有事啊 你快点说我还喂驴去呢 是驴的事大还是我的事大 你连这点都分不清吗 你不用跟我啰嗦 赶紧到春头迎接 另外一定要带上鲜花 否则的话回去我不修理你的 喂 您好 好好 我问你为什么没有带鲜花来 我说的话不好使吗 还是你听不懂我说话 这还出门两天这舌子还理不及呢 这是上海花知道不 我问你为什么没有带鲜花来 哦 带了 我怎么没有看见 呃你们先回避一下 上车 上车不行 我自己拿花不好意思了 我去藏那块 你这是花啊 那这不是花 这是大树啊 你看我谁献花献我这块花 啊 怎么样你半点狮子这么费劲呢 你老整不眉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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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这边另外一个电话 是让我拿花来 我上哪给你整花呢 这是咱家开的最好就是花 让我给拿来的 我不告诉你 上玉田呢去整去吗 玉田让那花都弄老大好弄 我能拿动吗 你可以捡吗 妈呀咱上车回家吧 别听我爹说了 你得回去的啊 好了上车